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,哈喽,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,我是世扬,我现在是在宽中求学,然后我是高二神,我明年会考SBM 那么,除了这些点以外,我还要大概介绍一下,就是我初三的时候,就是一半年开始,我就开始学出了我们国家教我们自己学,教我们学的华文,英文,马来文以外的三个语言咯,然后,关于自我介绍的话,如果,如果你,我会assume你是,我会assume听众是,会华文的马来西亚华人咯,所以我,我假设就是, 你现在所会的语言有,除了华文,然后,呃,英文,还有马来文咯,这三个语言,我会assume我的观众是,是会这三个语言的啦,可能不是很流利的程度吧,但是多多少少都会一点,呃,那么我大概介绍一下,我从去年开始,我学了什么语言,那么,呃,从前,前年开始,呃,我妈妈就有建议我就是, 因为他讲去德国读书挺不错的,所以我就开始学德语,然后就是在多灵国学的话,如果你们不知道多灵国是什么的话,我会把link放在下面,它是一个很不错,而且也是免费的,让你终身学习, 然后,呃,另外一个的话就是,呃,我怎么写,越南语,因为我小时候我有去过越南两次,不过我那,我那个时候就不可以跟人沟通,因为很激通要讲,不过,呃,我去年再去多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就, 哇,我既然可以跟那边人讲话,而且就,而且整间家就只有我可以这样做,所以就我觉得很不错的经验,然后呢,呃,前年我也开始学了一点,呃,俄语,不过,我没有什么在用啊,所以我不能technically算它是 在我的list里面,一半吧,半个吧,然后,呃,还有什么,乱,突然间乱找就乱找到,哎,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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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是这个,呃,然后,前年年尾也开始,不用学了什么,土耳其语嘛,对,就是你们懂那个,很美丽的那个,气,那个,热气球那个地方啊,或者是,如果你是有读,如果你是有读,如果你是有读kbsm.4那一个有什么, 人家给Kulik Gizhan dari Istanbul啊,土耳其,里面就是有Istanbul的城市哦,所以,呃,然后除此之外,我会用这些线来表示这些语言,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关系,然后,呃,去年,去年也需要一些语言,也加进那个list里面了,呃,其中一个就是,呃,因为我去印度一回,所以我,可是我在那边不能跟人用,不能跟当地人用他们的语言讲话,所以我回来,我就开始 在学了英地语哦,英地语就是那一个,那些Bollywood里面的那个语言啦,然后,呃,除了那一个,还有,哦,去年年为,就是我去中国比赛,遇到一堆巴西人,所以我也有想跟他们讲话,所以我就学了葡萄牙语, 所以,可以跟他们讲一点哦,因为葡萄牙语跟英文挺相似的,然后呢,呃,去,去完中国了之后,刚好有去一下韩国咯,所以也是学了一点韩语哦,嗯,然后,哎,不对,不对,这个要放这里,放错地方了,然后,呃, 今年今年新加了一个语言就是,呃,波斯语,波斯语,波斯语,就是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,在家,居家学习的时候,就有点无聊就开始学这个哦,所以,呃,我目前开校有多少个啊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四,十一,不过这个也应该算半个啊,所以应该是十个语言吧,呃, 呃,都挺,都挺初学者的程度,我只可以这样讲,因为我也不能讲,我需要很多很厉害讲这样子啦,然后,呃,大概给你们描述一下,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啊,就是我发现到有一个东西,就是很多人他们在学语言的时候,他们会好像觉得哦,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来的,就是这样子来的,不过,呃,不懂啊,这是我个人的经验,就是我发现到我学的语言越多,我会发现到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啊,或者是他们讲 互相影响,这样啊,这样,如果,如果我是以一个普通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来出发的话,我可以看到就是我学英文跟马来文的同时,我会发现到马来文里面有很多个英文字咯,因为以前马来文有,马来人有被英国人占领过吗,这个,Tanamalayu,呃,然后我大概解释一下啊,就是,呃,英文还有德语,英文跟德语很像失散已久的兄弟,就是讲讲呢,他们的词汇的话, 他们词汇的话,就是他们的根基是差不多一样的,不过你到深入一点那种词的话,你就不怎么找到那个相同点了,那么我来举个例子,可能比如讲英文,我要讲book,对吗,书,那么在德语的话就会是book,如果我要讲英文,我要讲水,water,water,water,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挺相似的,不过,呃,比较难的字就没有那么相似啦,然后,呃,英文跟葡萄牙语,我这边画了两个很是因为有很多个相似的字,那么,呃,基本上我可以讲这个是其中一个追传的啊,因为,呃, 你学要,你会要,你会要英文,你在葡萄牙语就突然间很像得了,吃霸王餐这样子的很多个免费的字这样子,呃,为了显示这一点,我来举个例子,就是,OK,可能英文有很多个这样子以 tion 为结尾的字,对不对,所以可能举例,nation,国家,那么在葡萄牙语的话,他,他的前面是,应该是差不多的,就是,那,不过呢,他后面那个结尾就是很像cao,nation,就是这两个是相似的,那么,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的话,可能action,然后在葡萄牙语的话,就是,asem,所以,你可以,你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你在英文,你会有这样多个tion 的字,你在葡萄牙语,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多个tion 的字,不是很一举两得吗,当然啦,就是比较简单的字还是要自己学啦,不过他这个相似度已经帮你很多了,然后,呃,英文跟俄语就,呃,我觉得,嗯,不太有关系啦,不过那些拉丁字就应该有一点点啦,比如讲可能,呃,不懂这样讲,没有关系啦,吃一点我才解释啦,OK,所以我现在,我现在就来谈谈一下华文的这个, 华文是怎样影响咯,那么,呃,如果你会华文,你也是很文童,你也是很赚到,为什么呢,我这么说呢,因为,呃,基本上东亚这个圈子,对不对,就是有包括日本,韩国,越南,越南可能算吧,日本,韩国,日语,韩语,越南语,多多少少都有被中文影响一点,那么,呃,就一些网上的一些, 页面来讲的,他们就是说,呃,越南语,韩语,跟日语,他们的词汇,当然,包括那种比较学术性的词汇啊,全部加起来哦, 起码都有超过一半都是华文字来的,所以,呃,我要,呃,举个例,比如讲华文,我要讲准备, 所以,呃,我已经在,呃,吐杀我的母语,呃,那么,越南语的话,就是,呃,它的念法很相似,可能你,可能你看,看起来有点奇怪,不过它念法是准备, 这样是不是跟准备很相似,那么,韩语的话呢,哇,这个就更相似哦,这个是纯比,所以,呃,当然,不止这样的一个例子啊, 啊,例子有上千个,所以你们可以的,你们有兴趣的话,我,我之后可能可以讲讲一下咯, 然后,基本上就是这样子,就是,也是很赚到,那么,现在我要来谈这个, 马来文波斯语,印第语,土耳其语,这一个,这四个语言之间的关系,就是,呃,这四个语言,没有,这四个语言都多少少都有被阿拉伯语影响一点, 因为,呃,波斯语,波斯就,它现在是穆斯林国家嘛,土耳,土耳其也是一个, 穆斯林国家嘛,马来文,马来西亚也算半个啊,印度的话,印度的话,印度,印度住的那些穆斯林不,也不少, 所以,呃,他们多多少少都有,如果你可以去观察的话,他们有挺多个相似的字, 那么,举个例子,嗯,世界,那世界来讲,马来文就是毒尿,对吗,那么, 那么,印度语的话,呃,它其实,它对世界,它是有两个字的,不过,呃,比较常人用的字就是,呃,阿拉伯语来的字, 翻文的字是,呃,比较高级嘛,所以这个,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字,我之后会教alphabet, 所以,这个也是念Dunia,然后,呃,土耳其语的话,它,它的阿拉伯语字也不少, 那么,这个U上面有两个点呢,就念Yu,就是很像Yu啊,G这样子, 所以,这个念Dunia,然后呢,波斯语的话,波斯语,我看一下讲写啦, 有点忘记讲写,因为才刚学到那个script, 所以,呃,这个人也是念Dunia,这样子,所以,你可以看到这四个语言, 其实,他们都有一些,掺那个阿拉伯语因素在里面,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,好,呃, 所以我的一点点自我介绍,跟我学的语言的这个经验, 我就大概讲到这里啦,那么,之后呢,我就会开始教一点alphabet, 因为我想从简单的开始教起,所以就之后见吧,拜拜